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 丁曼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家电视局 张明硕 还有丁周老师 大家好 丁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科教频道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丁曦 好 丁曦做了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了 我想你肯定对动物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是跟动物当中的清洁者有关系 那么一说到这样一类的动物 你会想到哪几种 一种鸟特别有意思 这种鸟胆子特别大 它是在这个鳄鱼的嘴里呢 尤其是在牙缝里 用它的这个嘴尖呢 有点像牙签一样 去给鳄鱼呢 剔牙 它会获得鳄鱼牙缝里的那些吃剩的食物 鳄鱼呢 也不会把它给吃了 这种鸟呢 就叫牙签鸟 真的有一种鸟叫牙签鸟吗 并没有 这个鸟过去呢 曾经呢 也一度呢 还专门给了一个所谓的学名 说这个鸟啊 规范的名字叫燕签鸟 这也是一种蛾传 因为燕签鸟呢 是因为鳄鱼中围会有一些燕横类的鸟 燕签鸟也好 或者说燕横也好 或者牙签鸟都不会进到这个鳄鱼嘴里去剃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下边的 在三季当中并不错的 好的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由它来为我们介绍某一类神奇的动物 欢迎 刘山 北京自然博物馆助理研究员 北京市优秀科普使者 大家好 我是刘山 一想到凶猛的鲨鱼 体型庞大的福分 海洋中的小动物们就会退一三射 可是有一种小鱼却能大胆地在这些大鱼的口中 塞盖下游来游去 甚至在遇到危险时 这些看似凶猛的动物们还会保护它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是一种备受欢迎的清洁大师 猎唇鱼 海洋中的鱼类因为长期没有清理自己的身体 猎唇鱼的客户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一些小型鱼类 第二种是大型危险的猎食者 还有就是栖息在珊瑚礁的邻居们了 他们有成群结队慕名而来的 也有大块头想要来享受VIP服务的 更有那吃鱼不眨眼的鲨鱼也会前来拜访 这些对于清洁大师来说都可以轻松搞定 可见大师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我怎么觉得这两道题 似乎都不应该出现在鱼身上吧 感觉不应该出现在鱼类的身上 你说一条章鱼使用工具这是可以是吧 但是从镜子里能够认知自己 有些猫都做不到 感觉我们通常想象都是一些灵长类动物 没做到 乌鸦也可以证 我知道 那丁熙你挑一个呗 所以我觉得照镜子这显然不可能 因为你说狗的智商高不高 这个狗的智商最高可以高到五六岁的小孩 我就试验了一下 我把我们家的科技犬对着镜子 它当时是抗拒的 而且是不看的 所以说你说鱼会照镜子这个事 我完全不信 不可能 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使用工具 我觉得还是第一个答案 照镜子 因为使用工具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照镜子我觉得它应该可能会 能认出来自己 都聪明到这个地步 鱼类的智商也是有很高的 这世界疯了吗 请公布答案 好 正确答案是答案 可以认出镜子 金科老师我不信 这是很有名的镜像反应 镜像反应不是说高等的动物 就一定能认出自己 低等的动物就一定认不出来 实际上恰恰没有这个规律 好多高等动物 猴子都不一定能认出自己来 但是很多鱼却可以 你想这个猎唇鱼 它本身就是要靠它的眼睛去看 周围的这些其他的鱼类 然后它能决定这个鱼身上 有没有皮肤病 有没有它的食物 它去看去识别周围 它大部分情况下是靠眼睛的 所以的话呢 它能认出它自己 我想也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不光是在猎唇鱼 我们在很多其他鱼的身上 也发现有这种镜像反应 那也就是说 我买了一条鱼 我要收拾它之前 它能记住我是谁 那个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这肯定是一点都不科学的 它至于记忆不记住你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的话 它的记忆肯定是有的 而且的话 你比如说最简单 你在一个位置固定的去投食 那这鱼肯定 经常性的就会来同样一个位置 去来找寻食物 说明它肯定是对位置 对各方面是有记忆的 好吧 来 李康老师出第二题 第二题 来 丁熙 性别转换这道题 我觉得不太可能 应该选择的是自带这个清洁剂 就是你这些鱼 你必须就像我们洗车一样 定期地到这个洗车房来去洗 然后你想我们去洗车房洗车的时候 那各种各样的这个装备都很多 所以你看这个大鱼这些客户 都会很满意 才会常来常往 所以这道题肯定选择的是 它会有一种清洁剂 您选择是 A 就是性别会逆转 请公布答案 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A 他们动不动就玩个性别逆转 像您说的龙头鱼 猎唇鱼 为啥 这个性别逆转这个事情 它还是本身 鱼相对来讲 确实在进化上 在所有的脊椎动物当中 是偏比较低等的 因为它本身的生殖器官 就比较简单 如果它已经进化到非常高等 非常复杂的时候 它也没那么容易说转就转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看到很多鱼有这种性别转变 而在生存上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一旦某一个性别出现缺失 它就要补卫 因此的话呢 我们看到很多鱼 比如说像这个猎唇鱼就是 雌性和雄性在 本来它都是有一个雄 多个雌 但一个雄死亡了 那后面的一个 本身占有优势的雌性 就会脱颖而出 然后它很快就会启动一个 因为外部次第了以后 它很快启动一个 性别转移的机制 然后经过两三天或三四天 就彻底就会转变成雄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利于整个主群的发展 好 李宝老师请出题 下面是第三题 猎唇鱼 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顺降呢 答案A 两条鱼互相抗论 答案B 睡在自己吐的泡泡 来 丁熙 睡在自己的泡泡里 多安心呢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清洁鱼来说 它肯定会给自己 有一个玻璃罩 给自己罩住 这样的也是对自我的一个保护 同时的也是自己的一个特色 好 刘山老师您选什么 我也选择这个 睡在自己吐的泡泡里 其实它应该是一种粘液吧 就是也是启动了一个睡眠的时候 一个保护机制吧 好了 李老师 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是 它会吐一个泡泡 然后在这个泡泡里睡觉 拍到了吗 丁熊老师 刚才刘山老师说呢 这个准确地讲 不能说是一个泡泡 而是一种粘液的保护机制 它在保护什么呢 平时那些鱼 它都不怕睡着了 它怕吗 那些鱼是它去给人家做清洁 但是的话呢 还会有其他的鱼 晚上也好 或者说是特殊情况下去攻击它 所以当它吹了个泡 或者有一定的粘液的话 有一定的保护层啊 好嘞 我们最后看一下 刘山老师的得分是多少 海底清洁师 列纯瑜 既聪明又勤劳 陆地上同样有一位 皮肤护理大师 他们生活在非洲大草原 豆蛇吃毒蝎 样样在行 不过对待油猪 却格外温柔体贴 这究竟是为什么 敬请期待 下节精彩内容 95票 由刘山老师 与我们分享的列纯瑜 成功入住 种物性质图件 接下来这种动物 他的近亲 数次出现在过 我们的节目当中 可是没想到啊 我们最熟悉的 那个动物朋友 他居然有一个 自己的亲戚 而这个亲戚的行为呢 恰恰符合我们今天 动物清洁师的称呼 这是什么呢 来掌声用请 我们今天的 神奇动物推荐人 韩兴志老师 韩兴志 东北林业大学 与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 联培博士 他曾带队 参与北京 西藏 青海 宁夏等地区的 动物调查 拥有丰富的动物研究 与野外考察经验 今天就让我们 跟随韩老师的脚步 揭开动物清洁师 搞猛的专属护理秘诀 大家好 我是韩兴志 我们前面见证了 猎存鱼 喂鲨鱼 和服分的清洁过程 那么接下来的 这位动物清洁师 可被称为是 专业的皮肤护理大师 另外的话呢 确实也跟他 这个避免天泥发现 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 好嘞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老师 经过两轮之后 得分是多少 见识到搞猛门 经营的皮肤护理中心 后经感叹 动物界也非常重视皮肤问题呢 而即将出现的这群鸟 不仅善于给各种大型动物 进行皮肤清洁 而且还要吸食它们的血液 让动物们简直又爱又恨 一起来看看 牛两鸟的两个面孔吧 由韩兴致老师 跟我们分享的搞猛 成功入驻动物 心知无见 好 谢谢韩老师 早上有请我们今天的 第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范鸿敏 中科院鸟类生态学硕士 科普教育从业者 大家好 我是范鸿敏 憨憨的河马 高大的长颈鹿 疯狂的水牛 优雅的黑斑铃 我们常常看到 这些动物身上 站着一只或几只鸟 它们看起来相处融洽 大型动物们 也并没有想要 驱赶它们的意思 这些鸟是谁 究竟在做什么 其实它们就是 动物清洁师 牛两鸟 牛两鸟属于 雀形木两鸟科 体长在二十厘米左右 目前仅有 红嘴牛两鸟 和黄嘴牛两鸟两种 初秋野外的黑斑铃 到了寻找伴侣的时候 此时的它们 对自己的外貌 要求极高 必须要有一身 光滑干净的皮毛 才能吸引异性的注意 这时 我们的动物清洁师 牛两鸟就上线了 它紧紧地扒在 黑斑铃的身上 开始为它清理 皮毛下的皮屑 寄生虫和扁尸 它们的爪子非常锋利 三根脚趾向前 一根脚趾向后 这样它们就能 以任何角度 在光滑的动物身上 站稳 它那坚固 稳健的脚转 就像登山者的 钉子鞋一样 能够紧紧抓住 黑斑铃的皮肤和毛发 即使黑斑铃晃动身体 和脑袋快速行走 这只牛两鸟 也会紧紧地 在黑斑铃的身上 继续清理 做好清洁师的 本职工作 另外 牛两鸟的绘 像极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以惊人的速度 进行清理 据统计在一分钟左右 它就能挖出 并吞下数百只寄生虫 不久 牛两鸟的清洁工作 已基本完成 它自己也饱擦了一顿 这只黑斑铃的皮毛 已经变得格外干净和光亮 相信它一定能找到 满意的伴侣 同样被牛两鸟清洁的 还有生活在高温 酷热的非洲水牛 寄生虫最喜欢寄生 在这些动物的皮毛中 动物们有时只能用尾巴 摆动抽打 可能这是所有哺乳动物 都有尾巴的原因 但实际上尾巴的抽打 只能暂时吓跑它们 不是长久之计 在这些寄生虫中 就有可怕的皮虫 也是我前面说到的扁尸 它们可不是用尾巴 鞭打就能打掉的 我们都知道夏季 是皮虫出没的季节 皮虫能治人死亡的新闻 也是层出不穷 这些皮虫寄生在水牛身上 它们吸取血液 繁衍后代 水牛深受困扰 而动物好清洁师 牛两鸟前来为它们治疗 寄生虫还会爬到 水牛潮湿当年的鼻孔深处 使得水牛奇咬难耐 它纵有十八般武艺 也没有一个招数 能伸入到鼻孔里 而牛两鸟 把小巧的头部灵活地 伸入它们的鼻孔 一番着实后 水牛显得一身轻松 身受皮虫迫害的 还有长颈鹿 这是牛两鸟们 服务客户中最高的动物了 牛两鸟平时会与群体活动 它们成群居住 有时也成群为动物们清洁 这只长颈鹿 享有众多牛两鸟 清洁师的救助 牛两鸟们通过跪步 为长颈鹿清洁身体 它们不会放过任何性 另外牛两鸟 还会辅赠毛发梳理 服务 牛两鸟不仅是寄生虫杀手 它们还是一位伤口清洁工 这只长颈鹿身上溃烂了 幸好牛两鸟又来了 它们在很好地 扮演自己的角色 牛两鸟们在为这只长颈鹿 清理溃烂的皮肤 被它治病疗伤 希望它可以早日康复 除了担当动物清洁师的角色 牛两鸟还是最寄警的哨兵 而这事关动物的生负 非洲食草动物在非洲草原生存 环境极为险恶 陆地上有狮子 水里有鳄鱼 头顶上有秃鹫 它们在啃草 洗澡和睡觉时 如果浑然不觉天敌地靠近 分分钟就有可能成为他人的盘中餐 而牛两鸟在白天从不睡觉 能觉察到动物们无法感知的危险 并及时给它们发出警告 除了充当清洁师和哨兵外 牛两鸟们还有另外一个角色 这就是要说到牛两鸟与大型动物之间 存在着的复杂的爱恨情仇 某些时候牛两鸟极为腹黑 这是因为它们既是雏虫专家 又是吸血怪咖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瞧 这只河马就深受其困 河马一边享受着牛两鸟为自己 清理寄生虫 但是一旦出现受伤流血的迹象 牛两鸟也会疯狂吸食血液 因为它们也有嗜血的爱好 它们用会吸食河马受伤而露出来的新鲜血液 它们就会疯狂灼食 这不仅让动物们感觉疼痛 还会延缓伤口愈合 何况它们还用会故意让伤口扩大加深 以便自己随时吸食血液 因此牛两鸟也被称为食草动物们的吸血恶魔 所以当这只河马享受了牛两鸟带来的清洁服务之后 还想办法把它们驱赶走 估计这些大型动物们对牛两鸟简直又爱又恨 大自然相互依存才能得以平衡 免费打扫也不忘薅羊毛的牛两鸟 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 谢谢 丁熙 刚才范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 牛两鸟 牛两鸟 来 请你作为一个播音员 把这三个字完整地用普通话给我说出来 你刚才真的是非常地机智 把这三个字让给了范老师来说 这个牛两鸟 这个牛两鸟 牛两鸟 所以他给我的非常非常地深刻 牛两鸟 牛两鸟 对 牛两鸟 所以因为它这个很绕口 牛两鸟呢 牛两鸟呢 它其实钻到了水牛的鼻孔里边去掏掏掏 去啄啄啄 然后呢 钻完了鼻孔会钻到这个水牛的耳朵里去掏掏掏 是有点让人不可理解 这是就是对于牛两鸟这两种 两种牛两鸟 它们这个都是喜欢去吃这种大型的 食草动物身上的这些寄生虫 好的 金首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牛两鸟到底是吃这些大型食草类动物身上的寄生虫 还是吸血 这个牛两鸟往往也会给动物带来巨大的痛苦 这个藤原老师对这方面还是非常有了解哈 其实关于牛两鸟啊 像非洲比较常见的红醉牛两鸟和黄醉牛两鸟 红醉牛两鸟的话呢 它那个前端是一个红的 整个是红的 黄醉牛两鸟前端整个大部分是黄的 过去的话是曾经一度认为 它们就是吸血的鸟 但是后来呢认为呢 它们吃所谓的寄生虫 也就是身体的各种的 除了表面的表皮的寄生虫 还包括它周围的一些其他的空虫 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很复杂 而且这个鸟在进化过程当中 它获得血液 那血液当中我们知道营养 这个物质各方面的能量 肯定要比吃一个虫子要更有意义 所以实际上呢它从而也吃 血有机会它也吃 好啊 其实说到底 也就是利他和利己的共同存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范鸿鸣老师第一轮得分是多少 67票 连线观众58票 静硕老师9票 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哪一位给范老师出题呢 有请李响老师出题 大家好 我是李响 前面我们看到流娘鸟 在陆地上为河马清洁品肤 在水里呢 同样还有一位为河马服务的搓枣师 她是谁 A 接吻鱼 B 巴鱼 来 宁夕 我觉得这道题应该不会是接吻鱼吧 因为接吻鱼忙着接吻呢 哪有时间给河马搓枣 那这可是一个重体力活啊 对吧 那么我在想 你看这巴鱼长得像个棒锤 长得像那个火山石一样的 没准 河马 可能会用它来去除身上的这些 不舒服的东西 所以这道题我选择的是巴鱼 你刚才说这番时候 我就感觉呢 你正在拿一块搓脚石搓脚后跟 来 那范老师您选什么 这个题目呢 我选B 巴鱼 河马大家都知道白天的时候是在水里 所以他所生活的 他大多数往往在淡水中 也会有一些 生活在非洲的里科的鱼类 喜欢和它在一起 那其中巴鱼就是这样的一类鱼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李湘老师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是B 巴鱼 恭喜您答对了 金庄老师 这个接吻鱼啊 这个接吻鱼啊 大家可能觉得它因为接吻 是不是它作的那个河马皮肤会比较吻啊 大家可能会这么想 它作为吻颅啊 这么一种的话呢 它其实接吻是在打架雄性之间争斗的表现 而且它呢原产东南亚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巴呢 其实呢是一大类 巴这个 包括我们国内最著名的金线巴 甚至生活在洞穴当中 我们有时候看的 有的鱼是口前胃的 就是往前 那有的是口下胃的往下 非洲吃河马皮肤的 不光有巴 还有很多 你比如说罗飞鱼它也会吃 甚至罗飞鱼还吃河马的粪面 经常给咱们做这个足疗的 是所谓温泉鱼 瓷雕这一类也很典型 它们往往都是口下胃 这样的话呢它也可以去挂食 其实更多是皮屑 然后作为食物它就可以吃 好 请李老师出第二题 第二题 子吃两秒会大规模迁徙 在空中弹旋 场面十分壮观 请问留两秒会迁徙吗 A 迁徙 B 不迁徙 丁老师 我觉得它们应该不会迁徙 因为它们迁徙了 它们的这些客户怎么办呢 这些需要去除身上 这些死皮啊 这些坠生物啊 它们的邻居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它的邻居们 应该是舍不得让它们走的 应该是不会迁徙 它们是固定居住的 但是范老师啊 我记得多年之前 我做过一些节目 说的就是一种粮鸟 可以消灭草原上的很多害虫 在那里我依稀记得 它似乎可以迁徙 粮鸟科的很多种类是迁徙的 比如紫色粮鸟 比如这个粉红粮鸟 像在我们这个新疆也有分布的 那实际上生活在非洲的 这两种牛两鸟的话 它是属于非洲的流鸟 进行迁徙的 因为它和它所进行取食的环境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真的像丁熙说的那样吗 因为客户在这 丁熙老师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客户在这里 大型的这些食草动物留在这里 那么它可能然后就是相应的 就会留在这里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李湘老师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是B不迁徙 恭喜给你答对了 丁熙老师 一种鸟类如果有迁徙 或者不迁徙的习惯的话 通过环境的改变 比如温度 气候 食物的丰富程度 是否能够让它改变 进化过程当中万年不变的习惯呢 那迁徙本身产生正是因为环境的改变 那过去的话 它们可能就生活在北方 随着第四季冰川的到来 很多北方非常的严寒 对吧 没有食物 它们就要往南迁 食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的话呢 你看生活在热带地区的 它就不迁徙 因为热带地区的话 吃喝辣沙睡 它都有足够多的食物 而且足够多的温度 一般现在迁徙的鸟 基本都是生活在温带地区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 林翔老师出第三题 接下来是第三题 有两秒一般温暖数是多少枚呢 A 一至两枚 B 三至四枚 一次下几个蛋 林翔 越多越好 因为啊 有一个画面给我印象实在太深了 就是它们站在一个大型的动物身上 密密麻麻的一排 所以它是组团的 它们应该是大量的繁殖的 所以那么这道题肯定是往多了选是对的 相信我 所以选择的是B 三至四枚 您选什么 这个答案的话我选B 因为对于很多的雀形木鸟类来说 往往它的这个温暖数在三到七枚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那所以说这个 对于牛两鸟来说 它也要选择一个适中的 因为你体型这么小 如果是你生的太少了 划不来 因为很容易被捕食 所以很多大型的鸟类 往往都是一到两枚 这是对于晚成鸟来说 像鸡 鹅 鸭 这种早成鸟来说 它的窝暖数要相对要多 一般都在十几枚 甚至然后有一些种类是几十枚的 一次 一窝 我们叫窝暖数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鸽子 它一窝只缠两枚 你给它拿走一个它也不缠 它就只扶着一个 你给它两个都拿走 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再去服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李向老师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是B34 恭喜你答对了 好 靖畅老师 这个牛两鸟来讲 它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其实很多鸟类 都是长卵数量是比较大的 尤其你像牛两鸟 它体型也不算太大 但是也不算很小 你看小鸟它都会尽可能多产 更何况像牛两鸟这样的鸟类 我相信你多猜 基本上是没什么错的 因为这个还是在鸟类事业当中 比较普遍 谢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范鸿敏老师的总分是多少 97票 由范鸿敏老师为我们分享的 牛两鸟成功入驻 动心之图鉴 今天的科学动物园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三种动物 这三种动物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用我们人类的情感来说 它们善于助人为乐 实际上刨掉情感因素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也是动物在进化过程当中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 好 再次感谢范鸿老师 谢谢丁锡的参与 神奇动物有心智 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这是我们下期科学的 待开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